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Привет, ребята!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на наш курс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уровень B2. Я ваша учительница Саша Ду.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вместе с вами изучать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胡江俞语2课堂. 我是你们的 Саша Ду老师. 非常高兴和你们一起学习俞语. Сначала, как и всегда, давайте вспомним то, что мы проходили на прошлом занятии. В прошлый раз мы говорили о пяти русских лауреатах Нобелевской премии п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Запомн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их имена и фамилии. На上节课呢,我们讲的是五位俄罗斯的 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那这五位作家的名字希望大家可以记住 随后我们还讲了语法 语法我们讲了前置词播和数词搭配的用法 那我们再一起来复习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 前置词播和数量数词连用 表示平均分配的意思 不同的数词用格不同 首先要注意 一或者是末尾为一的合成数词 和波联用的时候呢 数词和名词都要变成第三个 如果是 二、三、四 或是以二、三、四结尾的合成数词 以及 二、三、四、四、四 这些数词和波联用的时候呢 那后面的数词加名词的整个这一个词组 处于第四个 我这么说大家可以理解吧 就是二、三、四后面的名词要加第二个 单数第二个 那加波的时候呢 这个词组当中 比如说 dva studenta 还是 波 dva studenta 它还是第四个的形式 不是说要把后面的数词和名词分别变成第四个 不是这个意思 那同样的 集合数词 dvoje troje cetvira 它与波联用的时候 后面的词组 也就是数词加名词的形式 也是处于第四个 如果是 bjt到dvacet 还有bjt到dvacet 还有当然就是bjt到dvacet 相应的结尾的合成数词 这些数词与波联用的时候呢 需要用第三个 当然我们也说了在口语当中 也可以变成第四个的形式 那500到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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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一般也是用第四个 如果这些数词是单独和波联用的时候那它们需要变成第三个 那如果它们是处于合成数词当中那整个词组用第四个 那最后呢就是不定量的数词和波联用一般会词尾变成u 那上节课最后留给大家的回家作用呢 是读至亚历山大布洛克那首诗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翻译 我给大家找了一个相应的翻译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那这里为了节约时间呢 我也就不在课上读了 希望大家课下的时间可以再读一读 背一背 感谢观看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阅读 文章不是很长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老规矩先通读一遍 прочит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екст 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ужков Преседатель исполкома Массовета вице-мэр это его последний срок правления истекающий в 2008 году Чле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Пре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Палате регионов Конгресса местных и регионных власти Европы Награжден орденами Ленина Трудового Красного Знамени за заслуги перед Отечеством орденом почета медалями защитнику свободной России з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боев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в память 850-летия Москвы в память 300-лет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тремя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ям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лауреа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ремии СССР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служенный строитель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женат, имеет четырех детей увлекается футболом, теннисом, пчеловодством Ну хорошо, прочитали текст теперь проанализируем его 首先来看这篇文章 讲的是谁呢 讲的是Yuri Mikhailovich Lushkov 整篇文章当中可以发现 很多段的主语都省略了 那其实都是重复的 指的是这个人 那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要注意 Yuri Mikhailovich Lushkov的读法 那俄罗斯人的信 其实是最难读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中音在哪里 那其实这个难点呢 不仅仅是对于外国人的 我们来说是很难 那对俄罗斯人 他们来说 读一个不认识人的信 其实也是很难确定 中音在哪里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遇到一个 刚认识的人 不知道他的信怎么读 你可以主动问他一下 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那Lushkov这里的读音 还要注意 Z被K轻化了 所以念的是Lushkov的 好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鲁日科夫 尤里 米哈伊洛维奇 鲁日科夫 是不是已经有人知道 他是谁了 好我们来看课文的第一段 第一段当中出现了一个 大学的名字 Moskov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нефти и газа имени Gubkin 如果是其实有很多大学 都会以某某人命名的 什么大学 我们来看看这个Gubkin是谁 他的全名 Ivan Michalovich Gubkin 这些人的 这些人的 这些人是 这些人是 这些人的 这些人是 西纳亚修,西纳亚修,石油地质学 Academic 都知道了,院士 那这个 AN所写,在欧洲非常常见 它是什么呢? Это Akademia Naublic,科学院的意思 SSSR,我们都知道 那下面有一个 Azerbaijanskaya SSR 是什么呀? Это Аzerbaijanskaya Sovietsocialistichskaia 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那还有一个词 Virhuvni Soviet SSSR 这是什么机关呢? 苏联最高苏维埃 那它是当时苏联最高的权力机关和唯一立法机关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的大议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出生于1936年于莫斯科 毕业于莫斯科古博金石油天然气学院 在化工企业领导职位工作 好,来看下面一段 第二段当中出现了很多机关的名称 那这一刻其实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关于政治方面的 无论是职务啊或者是机关的名称 首先来看Organ Organ这个词有很多意思 它可以表示器官 可以表示机关机构 也可以表示装置,机器的组成部分 手段,工具等等等等 那在我们的课文当中呢 它当然指的是机关咯 比如课文当中出现了 Organ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执行权力机关 那这一段当中还有很多素 是我们来看一看 Например Masgoragropromo 这是什么呢? Это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родской агр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Mosk市 能业委员会 Agra这个签字也表示能业的 继继续来看 还有一个 исполкома Это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执行委员会 MasSoviet Это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родской совет Mosk市立委员会 这段还有一个词 Vice-meer Vice 表示富 那Vice-meer 就是表示富市长 那在考考大家 在课文当中 还有一个词 可以表示富的 是哪个词呢? Zemistijil 后面加第二个 比如说 Zemistijil de Gana 富系主任 好 这一段的大议 1987年起 共职于 市立执行权力机关体系 莫斯科市农业委员会主席 莫斯科市立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主席 副市长 莫斯科市政府总理 好 我们继续来看 Babouf的全名 我前面已经读过了 Gavriel Haridonovic Babouf Это кто? Это первый meer Moskvy 这是 Moskka的 第一人市长 Glagon Sminit Homegan Gavu Sto 表示 GengHuan Geti 那这句话的意思很好理解 1992年 接替了 Babouf 的位置 做了莫斯科市长 那这里逐于省略了 指的就是 鲁日科夫 Dais Sle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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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行动词短尾了 那也是表示 被选举为的意思 那如果是代下动词呢 它后面就是 被选举为什么人 这个什么人 就要变成第五格了 Madame Moskvy 这句话的意思是 1996年 和1999年 被选为 莫斯科市长 那它这里指的是 分别选为 就是1996年 被选一次 1999年 也被选了一次 所以大家看 这里的动词 用的是未完成题 Pasмотрim дальше Slegue Slegue Vnov 这个副词表示 重新 又 好像来看括号当中呢 但是 他得到了70% голос 请注意这里的 Golos 这个词 这里不是表示声音了 表示投票 他得到了 70%以上的票 那看投票的动词 Golosovat Pragolosovat 后面 赞成谁 Za Kavo Что 反对谁 Protiv Kavo Civo Srok Pravlēni Pravlēni 其实本身 指的是什么意思 它可以指 统治 管理 或者是管理委员会 理事会等等 那这边 其实我们根据上下文 可以理解 Srok Pravlēni 这个词组 可以解释为 任期 Sleduji Slogue Istigayushi 只是一个主动行动词 它的动词原型 Istigat Istig 表示 结束 期满 那我们可以记一个词组 Bo Istigayni Civo to is Cakavo Vriminy 表示 多少时间期满后 Naprimer Pastichéni 过的 一年期满后 好了 那这一段的意思 2003年12月 重新又被选为莫斯科市长 他获得了70%的投票 这是他的最后一任任期 到2008年结束 Sleduji Pastichéni Pastichéni 这其实词都是认识的 大家试着来翻译一下 他是直属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国家委员会成员 欧洲地方和区域政权委员会下 区域议院的俄罗斯联邦代表 这个很长的 我们中国这边可能只是叫欧洲委员会 所以它下面有地方政权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 再来看下面这一段比较长的一段 Nagradion 它的长文应该是 Nagradionich 从动词 Nagradit 来的 表示奖赏赋予 后面的根格要注意了 奖赏谁 Gawo 奖赏什么 Chem 所以这边出现的奖章都是 Ordenami Medalliami 来看Orden 勋章 Medalli 也是勋章 还可以表示奖章 纪念章 Bachot 荣誉 The Sluzhanly 工薰的 Konori The Sluzhanly Straитель 工薰建筑师 那其实俄罗斯有很多工薰的这样 比如说 工薰演员 The Sluzhanly Artist 也是非常高的一个荣誉 这一段其实生词也不多 大家可以试着自己先翻译一下 先不要听我的翻译 有同学可能会说呀 明明每个词都认识 为什么我翻的时候就不会翻了呢 那这个阶段其实每一个学外的人都是会经历的 主要还是有几点大家需要注意 第一每一个词可能有很多意思 可能你还没有掌握它所有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在具体上下文当中 也不知道怎么去翻译 当然其中还包括一些固定搭配 所以我每次给大家讲解经读的生词的时候呢 我都会给大家一些固定搭配 第二就是一些词的根格 根格不一样 可能它表达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课文这一段当中 Nagrajun Ordinami 如果你不知道授予奖赏 它后面什么是用第五格 那可能这边你的翻译就会出现了疑惑 那随后还有就是你整个的俄语的阅读理解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你的中文水平 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说呀 我们做翻译的不仅仅是要学习好外语 我们更要把中文学好 好来看这一段的意思 它被授予列宁勋章 劳动宏旗章 祖国公勋章 荣语勋章 自由俄罗斯保卫者章 传递战斗有一章 纪念莫斯科850周年奖章 纪念圣彼得堡300周年奖章 三次俄罗斯联邦总统嘉奖 苏联和俄罗斯国家奖获得者 俄罗斯联邦工勋建筑师 文章的最后一句 饭完建筑师 以为四个人 俄罗斯联梁 以为四个人 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了 它的长尾是 饭了 有妻子 结婚的 它的短尾 饭了 一般是指男人 但女人我们不可以说 女人我们要说 那他们俩结婚了 那我们可以说 还有网球 注意他的拼写有两个N 那最后一句是讲他的个人情况 已婚有四个孩子 爱好足球 网球和养风 那俄罗斯这里是很鼓励生孩子的 他们并且有相关的政策 鼓励生孩子 因为这边很多人都不生孩子 这边好像养三个孩子 可以有一些补助 四个还是五个 就可以分房子了 具体我不知道 但是他们真的是非常鼓励生孩子的 好 那我们的阅读呢 先到这里 接下来就想跟大家讲一讲 Stili Rich 俄罗斯的修辞 那在我们课程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提过了 俄语当中很多功能语题 那今天我们要讲他的书面语 那在俄罗斯的对外俄语考试 二级和三级考试当中呢 都有牵涉到书面语 考试会考大家 怎么运用书面语 那尤其指的是 阿弗兰的俄语语语 正式公文语题和科学语题 那大家可能现在脑子里还没有概念 我们先来看几个句子 来体会一下 好 我现在给大家两句话 那这两句话其实都是主动态 所谓主动态就是 有人称 有机物 那这两句话呢 都不算特别正式的书面语 一般书面语有什么特点呢 大家先来看我把这两句话怎么改 随后我们再来总结书面语的特点 第二句 наша фирма поставляет товар только большими партиями товар поставляется нашей фирмой только больш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или товар поставляют только большими партиями 第二句 я заплатил за товар наличными за товар было заплачено мной наличными или за товар заплатили наличными 看了例句的改动 大家能不能体会到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可以发现 我改的句子都把它改成了被动态 叫做passive 那我们先来讲一讲正式的书面语一般有什么特点 首先就是喜欢用被动态 所谓被动态就是什么 首先是用代瞎动词 其次不出现第一第二人称 还有呢 要运用一些书面语的词语 比如说啊 这里我们说的 它其实指的是什么呀 我们在口语当中就可以说mного 很多的意思 但这一类的区分呢 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是很难 因为在字典上他也没说 这个词一定是书面语 那个词一定是口语 所以这方面只能靠我们不断的积累 书面语还有特点就是 喜欢用 也就是我从 我们课程一开始就给大家强调的 要用动词加名字的形式替代 一个动词的意思 比如我们之前讲过的 我们在书面语当中要把它替换成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влиять оказывать влияние впечатлить произвести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и так далее 那今天再给大家几个 可能出现在 正式公文语题 或者是外面语当中的 比如说 заплатить 我们可以说 说明语 还有一个特点 他喜欢用 行动词 副动词 我们说过行动词 副动词 他其实不太会用在口语当中 那说明语当中 他经常会替代一些从句 那希望大家可以 把行动词 副动词 好好地再复习一下 这个我们在 很前面的课程 就已经讲过了 那包括在对外俄语考试当中的 语法选择题当中 也会出现行动词 副动词的一些选择题 好 那我们接下来 一起来看五句句子 我们一起来把它 变成书面语的形式 第一 предложение 这里其实是 外貌俄语里面的句子 那同样也是 正式公文语题 这句话在大家看来 是不是已经挺书面语的了 不 书面语首先要做到简洁 比如 我们可以用 来替换 我们可以用 来替换 而 其实我们更常说的是 所以这句话变成 при поставке товара 我们可以用 那这句话就是 那还要注意标点符号 出现的行动词 在主语的后面 仍然需要用 最后再来看一句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изучить 那现在能不能稍微明白一点 怎么样才是书面语呢 那下面呢 我再给大家一些词组 或者是搭配 是比较常出现在书面语当中的 Например 我们如果平时讲 那如果在书面语当中 我们更好的是说 在书面语当中 前面我们讲了 在书面语当中 其实就是 表示提的过高 把什么定的太高 在书面语当中 更好的是用 在书面语当中 根据什么 经常会用 例如 根据价格 我们觉得 在书面语当中 更常用的是 我们口语当中经常说 garazda means 少得多 那这个garazda 我们在书面语当中 可以用 значительно 来替换 那大家还记得 如果我们说 sиль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可以用什么词 来替代sильно吗 对了 successственно 直接的 书面语当中 我们用 nepasrestvienne 而不是用prima 那 wa vreemia 什么 或者是kada 什么什么的时候 那我们在书面当中 经常用pri 这个前置词 来替代 isputivate 相当于 pravirate 检验 那书面当中 表示找到 我们可以说 abnarujite 还有我们经常说的 napisate 写 这是一个中心词 内谈的 那在书面当中呢 我们经常用其他词 来替代 比如说 sustavit ukazate 好 这就是给大家 这节课总结的一些 关于书面语的特征 那即使具体说 把所有的规则 都讲给大家听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很难去做 很语法的规则类的 来概括 所以只能慢慢的 跟大家说 随后大家再通过 做练习 自己的写作 来慢慢的锻炼 这一方面 那今天给大家留一个 回家作业 就是改写句子 大家努力把 我给大家的句子 改成书面语的形式 这个作业 希望大家好好对待 不要觉得没有用哦 修辞 以及功能语体 在欧语当中 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部分 好 那这节课的新内容 就先到这里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节课 我们读了一个小文章 当中我们认识了 很多关于政治方面的 不管是职务啊 或者是一些机关的名称 第二个我们讲的就是 书面语的形式 那我们讲了主动态 被动态 主要是书面语 我们需要用被动态 好 那这节课的最后呢 我还想给大家 推荐一部电视剧 这部电视剧的名称叫做 GAK JASTAU RUSKIM 那国内其实已经有出了 带字幕的电视剧了 那他们的翻译叫做 战斗民族养成记 那如果是直译的话 这个标题叫做 我是如何成为 一名俄罗斯人的 那我觉得这部电视剧 其实特别适合 学习俄语的人来看 因为他每一集 都会有一个主题 来讲俄罗斯的文化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他的俄语介绍 俄罗斯人的报告 苏 只有他在获利是需要伸展的 支持治匯的... 整星期會將會絆顧著的文章 瑞克 ними也서� Oke生活 而在嘉 aj會上的數字 Flux а русским покажет со стороны их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и недостатки. Также Алекса ждет в России и любовная история. В первый же день он здесь встретит девушку Аню, в которую влюбится с первого взгляда. Этоabsolu Inc. Это был معقول». «П candidate» «Позже крузose» 那再去看一下字幕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课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听讲 我们下期课再见吧 那 этом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наш сегодняшний урок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за внимание до следующего занятия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